今早的E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SPIDER金ETF-2840 选选原因是 美国通胀下降速度快过市场预期 联储局转向派派 市场预期美国将在2024年减息 较低利率往往会削弱美元 而对国际买家来说 美元疲弱令黄金变得更便宜 从而推高需求对金价有利 股份可以留意SPIDER金ETF-2840 展望金价后市 市场预期2024年美元和美国利率都会回落 这将会是主要积极推动金价因素 2024年金价可能达到每盎司2200美元 最高有机会建2500美元 潜在的升幅超过7%-22% 策略上黄金ETF可以抛低收集 在本港上市的黄金ETF当中 以港元交易的SPIDER金ETF 成交价为活跃 SPIDER金ETF昨天升了0.9% 收报1476.5元 如果金价守在近期低位 1973美元的水平 就是SPIDER金ETF 守在1429元附近 可以在这个水平吸纳 目标先看前高位是1515元 我们可以在城市里的水平 在适当中市里的水平 如果这一点就会比较